根據金管局住宅按揭統計調查結果 今年上半年新取用按揭貸款額 及中數分別按年回落14.5%及17.1% 相信因疫情影響樓市交投 並令到按揭市場同步回落 而銀行基於按揭業務仍未達標的情況下 各自推出不同優惠如增加現金回贈吸引客戶 近日則有大型銀行推出 首年定息住宅按揭計劃 首年定案計劃 搶供市場份額 首年定案計劃的第一年按揭息率固定為2.75厘 當定息期緣結後 按揭利率將以hyber為基準 利率為加1.3厘 並設有封頂息率 上限為P 最優惠利率-2.25厘 每中貸款額上限為2000萬元 客戶令可享存款掛勾案揭計劃 以抵消部分案揭利息支出 要注意計劃由即日起至今年10月15日接受申請 需要在今年12月15日或之前提取貸款 浮息案揭計劃 H案及P案與定案計劃的主要分別為前者的每月供款 會跟隨市場利率變化而浮動 美國已開始加息週期 本港一個月拆息攀升 並觸及H案封頂位 根據經絡早前預測 相信9月份調升P機會十分高 幅度約為0.25厘 而該定息案揭計 或首年息率2.75厘比拆息封頂位 或P案亦只高出0.25厘 而相比12個月拆息 大致維持在3.61厘 亦有一段折讓 相信對市場可謂吸引 將會吸引部分新造案揭 及轉案客戶選用 除了該大型銀行推出的首年定案計劃 香港案揭證券有限公司 案證公司 亦早於2020年2月推出定息案揭計劃 年期可選擇10年 15年及20年 而最新9月份的年利率分別為3.5厘 3.65厘及3.8厘 每中貸款額上限為1000萬元 兩者比較 銀行推出的首年定案計劃 首年息率比案證公司的定息案揭計劃較低 而且貸款額上限亦較高 如想購買較大額數的物業 可建議選擇前者 而後者的優點在於 借款人在計算公留負擔比率時 無需通過銀行加息3厘的壓力測試 只需要通過公款與入息比率 入市門檻因而降低 若早年選用發展商案揭計劃的業主 則可考慮透過後者轉案 至銀行案揭計劃 避免因優惠期過後 而需付較高的利息 無論選用哪一種定息案揭計劃 事前應了解當中的細節 如有需要可向相關銀行 案證公司或大型專業案揭中介公司查詢 請問 請問